百度也来做小程序了,与微信有什么不同吗? 小程序的风口继续吹,互联网时代的圈的运动也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以BAT为代表的中国移动互联网三巨头,在几乎每个新的风口和技术上都上演着激烈的竞争,跑马圈的已成行业常态。 今年最火热的小程序当然也不例外。 在国内腾讯、阿里、国外谷歌、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以及十大国产手机巨头,都相继推出自己的小程序应用平台之后,百度日前也正式入局。 为时夭小程序一夜之间成了互联网的必争之地,除了占据先发优势的腾讯之外,像百度这样的后来者还有哪些机会呢? 开发者的流量焦虑 2018年的小程序风口来得如此猛烈,在连接万物、用玩机走等动人理念的加持下,资本、巨头和创业者竟相抢摊小程序浪透。 其实,小程序的鼻祖应该是2013年百度推出的轻应用,而不是张小龙在2016年为微信加持的小程序功能。 那么,为什么,百度轻应用在2013年没火,微信的小程序推出了一年多,也是到最近才站上风口呢? 2013年那个时期,所有开发者都卯足全力Alding Android或Alding iOS,移动互联网方亲为爱,用户增长迅猛,还没有像微信这样十亿级别的超级爱诞生。 面对增量市场的时候,其实对创业者来说,他们得到的机会和巨头都是差不多的。 于是开发者们高喊着王侯将相迎有种呼的口号,想要在用户的手机桌面上为自己争的一席之地,去跟BAT这样的巨头般一般折惯。 所以,轻应永不言而喻的失败了,微信小程序也在由爆琵琶半遮面中灰度上线了一年,直到最近才彻底引爆。 因为移动互联网下半场到来,增长市场转为存量,用户的增长变小了,市面上的App数量已经膨胀到了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 然而用户每部手机里使用的App都只是少数,流量迅速向着头部拥有数亿甚至十亿级别用户的超级App集中。 只有当常委App生存困难时,他们才会自觉地去向头部App靠拢,像微信这样的剧情流量金矿,才有可能成为孵化小程序生态的母App。 也就是说,像微信、Google、Facebook这样拥有十亿级别用户的超级App,在以后的互联网世界中,扮演的角色将在也不是一个单独的App,而更像是一个功能齐全且强大的App Store,甚至像是一个OS系统。 有了微信小程序,我们还需要别加吗?对开发者来说,小程序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只需要将以往交给各大应用分发平台的过路费交给微信这样的超级App,就能在上十亿用户的流量金矿上绝金了,开发成本和难度还比单独打造App要小得多。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已经有一个微信小程序了,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小程序生态吗?当然是需要的,这也正是阿里、百度和手机厂商联盟这些玩家为什么选择进军小程序的原因。 腾认小程序是建立在微信体系中的一个封闭流量体系。 前不久,大家都在讨论那份微信史上最严外链公告,腾讯系外21款网络视听App,全都榜上有名。 这一方面展现出了微信这个流量金矿如今还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张小龙的产品洁癖,或者说保守。 其实早在5月9日,微信就已经针对爆火的小游戏推出了一次分享禁令了,禁止那些小游戏强制用户分享导流。 此外,微信还不允许小程序吸粉,显示访问数据,给用户推送消息。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保证了使用体验,毕竟每个人都不想被小游戏分享刷屏,更不想小程序的红点在自己的聊天界面上泛滥。 然而,用完即走终究只是一句性感的口号,开发者们还是希望用户留存越长越好,企业总想消费者用了再用。 因此笔者认为,微信小程序的封闭生态,就像是在智能手机系统市场上的iOS一样,能够保证很好的产品口碑和用户体验,也能因此吸引一些优质小程序开发者入驻。 然而,更加广阔的市场注定是属于一个开放性的小程序生态平台的。 可是问题是,如今的百度瞄准了这个市场空缺,打出了开放和智能这两张王牌,准备进军小程序市场,他们能成为这个领域的Android吗? 。